好 回到現場 我們要請文良 來幫我們看一下 台積電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大家都覺得它是護國神山 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呢 股價跌 從六字頭跌到三字頭 很多人心中都在躺險 那手上持股呢 還能續爆嗎 其實以現階段來講 持股一定要續爆 因為大盤的反彈 台積電的貢獻也不少 另外呢 台積電已經跌升了 所以這個反彈來講的話 其實可以設定一個技術面 它反彈的目標 那甚至於說 我們可以觀察籌碼的結構 籌碼的變化 跟台積電的走勢也是息息相關 所以待會我們會一併的 一連串的跟大家來做說明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就最近台積電有哪些大事 其實它有一件大事 除了二度下修基本支出之外 先前呢 在10月31號 就是現任的桃園市市長鄭文燦 他宣布台積電的一奈米 要在龍潭建廠 那其實這如果真的成真 就呼應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會是一個選舉的利多 如果真的成真的話 那因為台積電呢 他聘請員工的條件 基本上並不是太嚴格 只要高中職以上的學歷 就可以進入到台積電 那麼而且不分科系 那日班呢 月薪是三萬 夜班的月薪是三萬六 但是如果加上三節的獎金 跟台積電 他們的一個業績獎金的話 其實一年能夠領到的 大約是70萬左右 所以說對於在地來說 當然會是一個利多 可是觀察到他長久的發展 其實一奈米呢 還蠻遠的 對 因為他已經是二度下修 基本支出了 那這代表說 需求沒有原先樂觀 再加上高通 高通是手機晶片的大廠 可是高通呢 他卻自曝 這個今年喔 2022年的第四季 搭載他的晶片的手機的 銷售量會呈現雙位數的下滑 所以這都可以去解讀說 為什麼之前的外資 針對台積電是持續的賣超 我們再看下一張 台積電呢 他的三奈米還沒問世 三奈米他的客戶是誰 就是蘋果 可是現在還在工廠裡面 所以講到1奈米太久了 太久了 太久遠了 因為這個2奈米是要等到 2025年才量產 今年2023 然後再兩年 對 還要再兩年 那三星在2027年 他宣稱 他要大舉生產2奈米 跟1.4奈米的晶片 那所以說代表說 現在以台積電來講 他的先進製程 也漸漸的受到一些市場的挑戰 再加上台積電的南京廠 他被禁止生產先進製程 不是台灣的政府禁的 台灣的政府允許生產 16奈米的製程 可是美國的政府是連16奈米 都不行 都不行 所以說在中國市場的一個毛利 他也拉不上 所以這就是他未來所面對的 產業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再看後續 我們所準備的 有關於台積電 大家值得去探討的一些問題 在10月31號 宣布說 他要在龍潭建廠的第二天 有一輛護國班機 就載著台積電5奈米的設備 還有人員飛到美國去 而且這是直飛 直飛鳳凰城 我們沒有直飛鳳凰城的班機 所以這個是特地為台積電 這個準備的直飛的班機 而且預計兩個禮拜一班 然後把5奈米的設備跟人員 來載往鳳凰城 那5奈米它多厲害呢 其實現在AMD 它5奈米未來新的GPU跟CPU 它是通吃台積電5奈米的製程 也就是說它是埋單的 這意味著說 5奈米到目前為止 其實是市場的主流先進製程 所以台積電 它豪雜了120億 在美國的亞裔山下中 建立的是美國最先進的晶圓廠 可是現在問題又來了 從2022到2025年 全球要新增41座晶圓廠 代表什麼 產業供需在未來的三年 它有可能會產生失衡的現象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台灣的矽頓的優勢 就不再像過去大家所宣稱的 因為我們有護國神山 所以不管是在政治 經濟 軍事上面 都會有所保護 可是如果多了這麼多的經營廠 這個地方我們就要做一些 這個稍微要做一些考慮了 那接著我們要關閉就是 到底它的股價什麼時候會動 會怎麼動 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已經來到了149萬 越跌股東人數越多 越多 而且預估過了這個禮拜 會破150萬 會不會 那外資今年賣超 105萬張的台積電 這個金額是多大呢 是超過5000億 也就是說換手了 而且外資又把錢匯出去了 那台積電呢 過去高度的資本支出 但是它採取的是 技技配息 那表面上好像 我每一季賺的錢 都分享給投資人 但是實際上 它是減少了自己 一次性的大額的財務負擔 因為它的資本支出真的是太重了 所以觀察台積電後續的發展呢 其實以現階段來講 重點已經不在於它的基本面了 重點是在於說 它籌碼面的變化 如果說台積電的融資 我們可以去用周K線 去做一個對照 當它的融資余額在增加的時候 其實往往股價是在跌的 它的股價跟它的融資 呈現反方向的變動 它的股價跟外資的進出 呈現同方向的變動 也就是說 現在因為大家對於台積電 都有一種垂手可得的資訊 所以說當你要面對通膨 或者說面對薪水跟不上物價的時候 大家會想到要投資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台積電 可是卻萬萬也想不到 它會從688 跌到現在的這個價格 那我們來看台積電的周K線 其實以周K線來講 我們比較實際的來看 最近如果它在漲 它的融資有可能會減少 而且如果它在漲 表示外資也認為跌升了 它股價是有機會反彈的 那這個反彈來講的話 其實來到它前波盤整區的低點 這就會是它技術面上面的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其實之前它也曾經發生過 這個地方就是盤整區的低點 然後反彈上來到壓力之後再往下跌 這裡也是一個低點 所以反彈上來到壓力再往下跌 所以如果我們針對台積電來講 如果現在大盤要進行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中級反彈的話 是可以期待台積電的反彈到哪裡呢 到前波的低點 也就是說用技術面的方式來去決定 未來如果要進行逢高減碼 它的位置的區域在哪裡 至於現在來說呢 就盡量再讓子彈飛久一點 讓它再彈高一點 那手上有的人呢 其實如果長期當然不用擔心 可是短期來講的話 確實如果我們把資金呢 能夠適當的做一些調節 或許在別的股票上面 你會看到呢 再更有這個價值的一個應用 所以怎麼樣把資金做一個 比較有效的利用 手放在這個台積電上 就像剛才文良講的 有時候它影響的不是只是 基本面的問題了 所以大家要打破這個迷思 不要覺得說明明業績就很好啊 明明營售一路創新高 但是為什麼股價一路跌 原因答案剛才文良跟你說了 那操作面的部分 看看這個子彈能夠飛多遠 然後再適時的進行換股操作 也許是現階段 應對台積電的一個叫戰守則 那面對其他的個股呢 叫戰守則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再來追蹤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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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